又终于我们来到辐射系列第八集大结局 不夸张的说我做辐射系列Jing第八集大结局符合我所有想象 乔纳斯诺兰把此前西部世界的剧作结构都运用在了辐射里 虽然是不同的故事和角色 但戏剧张力带来的紧张 角色感情带来的充沛情绪 悬疑揭露所带来的震撼 这些叠加在一起 让一个个惊喜和谜团接踵而来精具评出 一次次WTF在第八集中出现 本期为了不影响剧作带来的启程转合 我会先尽量流畅带点彩蛋的解说剧情 然后第二部分会以Q&A的方式 解决辐射本季的一些谜团和脑洞 最后再来拓展下第二季将会发生什么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肖弗宁进入辐射第八集大结局 马克希姆钻在返回钢铁兄弟会的专机上 脑子里却是想着和路西此前的告别之吻 要是当初答应在隔离间爆将 跑敌了 飞机并没有降落在军营 而是抵达了费城 马克希姆在途中得知 在他冒险那段时间 兄弟会已经取得了费城的控制权 并把根据地搬在那 据悉费城居民顽强抵抗 但还是失败了 可想而知 钢铁兄弟会为了抢夺资源也并非善累 飞机降落后 还是那熟悉的飞机投广场 在那里已经插满了钢铁兄弟会的旗帜 而费城居民已经不知所踪 几乎都是兄弟会的人 马克希姆单膝下跪 向大长老送上山寨头 结尾一言辩知真假 马克希姆又一次撒谎 大长老心脏就脏一起算 藏刀片你说不是你 你其实死了顺走了T60 然后你现在又给我山寨头 还有什么语言要说吗 马克希姆做最后挣扎 说可以带兄弟们一起去找到真正的头 大长老可不想再做小丑了 正当要给马克希姆杀亲时 马克希姆好基友在旁边说情 原来当初他那刀片是他自己放的 因为他害怕出任务 大长老一想如果没了马克希姆 那最后一丝希望可就真的没有了 不如信他一次 错了再杀也无妨 而且在其他T60拿枪拒着马克希姆时 大长老一直没说话 他其实有在分析 为何在凶险的辐射世界 马克希姆能活到现在 或许他是有点料的 于是大长老单独找马克希姆唠嗑 当大长老知道马克希姆 是把T60从逃命的骑士中抢过来时 他也明白马克希姆其实才是真正需要的成员 从费城的抢夺就能知道 钢铁兄弟会的精神 就是靠正道真枪抢夺权力 但这种抢夺的精神 已经在兄弟会中开始消散 接着大长老给马克希姆画大饼 小马啊 你不是一直想做骑士吗 如果你这次带兄弟拿到正品的脑袋 别说骑士了 你和我共享庸华富贵 另一边 露西拿着正品的人头 抵达了格里菲斯天文台 大门打开后 一片玉米地映入眼帘 这玉米地不就和避难所的玉米地布置一样吗 让路西多少有了一些熟悉感 玉米地后是一片祥和的即时文化 不同肤色的物种生活在一起 其中还有路西之前在顶呱呱超市解救的尸鬼 他也投靠到这里来了 路西被带上天文台顶端 此时路西的父亲正关在一个巨大的鸟笼里 摩尔达夫早已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想着要迎接路西这位尊贵的客人 摩尔达夫旁边坐着一个狂尸鬼 被用绳子绑着 这嗜好真是特别暗 但路西管不了那么多 他想要和平解决这一切 头已经送到 作为条件换父亲回到33号避难所 老死不想往来 说完路西就把头放在人家餐盘上 不是老妹 我食物还是得继续吃的呀 只有摩尔达夫取出脑袋里的冷聚变晶体管 然后把它放入装置中开始启动 在操作过程中 摩尔达夫彻底勾起了路西的兴趣 问路西知不知道你父亲到底是何许人也 与此爷在寻找避难所秘密的 还有库伯 我指的是200多年前的人类库伯 他专程接巴布去上班 目的就是进行偷听 中途碰到话牢巴德正好也进公司 他的一人坐汽车 整车外翻的车门设计 在现实中也是存在过一段时间的 但也是因为华俄不时被淘汰 巴德还真的很见谈啊 见到库伯直接聊起工作 说他现在正在策划一个伟大的项目 叫巴德的伙伴 这个项目可以持续几百上千年 战胜人类寿命 跨越好几代人 最后得以让人类构建最完美的世界 库伯根本信不在言在听 而此时巴布却发现自己的BB小子 被无缘无故激活 这样库伯很心虚 注意这两个细节后面都会考 库伯原本以为在停车上就能偷听全程 无奈偷听范围没那么远 只能硬着头皮找了个理由进入避难所公司 他被一位年轻的爆炸头美女带进一个休息室 房间内部都是库伯的电影海报 库伯因为和避难所合作拍广告 在这边可以算是半个职员了 爆炸头美女还说 巴布的助理亨利是你的大大大粉丝 想见一见你 你看要不要见一见 那见一见就见一见 在等待的时候 库伯开始偷听着楼下巴德和巴布 带着几个投资大佬 举行着秘密的特别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让美国再次伟大 大概了 这圆形会议桌 绝对就是至今的奇爱博士里的经典会议 一群疯子在讨论如何摧毁世界 这些投资大佬厉害了 在游戏里几乎都是响当当的存在 咱们一个个说 首先就是罗克工业 这位豪斯先生和游戏中的造型还是挺接近的 只不过影片中更年轻些 BB小子就是他们发明的 保护机器人啊 眼球机器人等等都是他们家的 而更重要的是 豪斯先生有很强的预见性 他是拉斯维加斯人 在2077年核报前 他为了保护自己家乡拉斯维加斯 他运用了惊人的智慧和巨量的财富 确保了战争来临前城市有所准备 比如研发的计算机和防御系统 让核报当天瞄准拉斯维加斯的核弹 都尽情了要道和防御 从而让拉斯维加斯核心区幸存了下来 之后还研发了保安机器人军队 藏在山体里等到战后拿来使用等等 豪斯先生当然也是在战后中活了下来 不过这种活法是把自己改造一方肉体长存 但一时却和机器系统结合 控制了整个新维加斯赌场 不过事与愿违 毁灭新维加斯的不是核弹 而是战后社会秩序的崩坏 这个故事其实很精彩 毕竟是来自评分很高的黑药师娱乐的 辐射新维加斯的游戏 接下来就是巴德的前任公司 威斯科技 也就是生产动力装甲 还有研究超级变种人病毒的公司 之前陆续有介绍就不复述了 然后就是大山脉Big MT 这是战前的一家国防承包商和研究中心 大山脉因为研究基地 坐落在大山峰的洞穴内因而得名 目标是构建人类未来并不受道德约束 有六位顶尖科学家也被称为智囊团领导 他们创造了很多恐怖的物种 在一次特大事故中 大山脉机构还在他们的基地上面 炸出了一个陨石坑 再接下来是瑞普康试验场 战后该试验场周围不买吃鬼和狂吃鬼 还有超级变种人中的夜行者 在战前 瑞普康主要研究火箭 想在太空中寻找可以替代地球能源的资源 但事与愿违 之后被罗克公司收购 此次这些大佬过来开会 其实是给避难所公司面子 因为就目前避难所的销量并没达标 公司需要更多投资 而现在找来的这些大佬 都是发战争财的 正所谓臭味相投 不过这些大佬也不傻 想要他们加盟没那么容易 各种灵魂拷问 比如如果核弹发生 地球肯定会有人类幸存 他们资源更匮乏 会直接把避难所的人生吃掉 巴德说避难所可以工人存活几个世界 而最终时间 时间会让一切死掉 到时避难所的人出来就可以统治世界了 而避难所的人 将会用巴德的巴德伙伴管理培训计划 培训出精英管理者 他们热爱和平 到时重生的人类世界就不会再有战争 看来巴德是没想过人类的顽强生存能力 还有人性的复杂 不管怎样 这些并不能说服这些大佬 他们提出了更多尖锐的质疑 导致会议一片混乱 这时巴伯的BB小子收到一条信息 巴伯看向会议上方的暗房 有个观察者正在看着整个会议 他就是避难所的神秘大佬 之后巴伯让大家稍安勿躁 他要发言了 偷听的轻轻胆战的库伯也终于心定了许多 哎呀老婆和平大使出手 对大家都好 巴伯先以家庭开场 说自己有个女儿便很爱她 想让她和在座的后代 生活在一个和平美好 没有战争的未来 库伯听了点了个赞 继续巴伯你继续 好巴伯继续说 良性竞争关系 让人类发展有了进步的阶梯 所以我们全没有一百多个避难所 到时在座的各位投资避难所 可以各自为因互不干涉 做自己想做的实验 创造你们理想的社会形态 你们也将会成为各自购买避难所的上帝 爽不爽 这一想法让巴伯略有不爽 毕竟他以为所有避难所 都由他巴伯伙伴管理计划执行 不过巴伯这提议让大佬倒是很爽 当上面就提出可以让避难所人口过剩 为了生存互相竞争 这不就是32号避难所发生的事吗 然后若以普康的提议 其实就是31号避难所晚点会揭晓 之后威斯科技的点子就是4号避难所发生的事 不过他提的还要激进些 因为想实验出基因突变的超级变种人 所以避难所对人类进行身体实验不止4号避难所 总之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法让人听了瞠目结舌 不过这是豪斯先生再次进行灵魂拷问 以上这些都只是假设世界末日来临 但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 结果巴伯给出了最终解决方案 作为老公的库伯直接听得闹挂子嗡嗡的 可能起来走两步都成问题 之后巴伯解释他为何要这么做 他说一场天灾一场地震 你哼过天吗你哼过地吗 何事故将会是一场悲剧 但这种推导重来十分有必要 人类社会是无意识状态形成的 但之后避难所重生的人 是我们在做管理创作出来的完美社会 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如今的社会和世界是那么的不完美 接着露西说出了辐射世界的治理名言 库伯那边直接感动到鼻涕水都流了出来 而这时那位爆炸美女进来 看到库伯和刘夹背赶紧问 没事吧哥们 库伯为了不让自己露相 赶紧敷衍地回了一句 对了我前面一直忘了说 33号避难所新掌门人蔡明阿姨 原名就是Betty 没错了 这位年轻美貌接待库伯的爆炸头女子 就是200多年后的蔡明阿姨 他带来的巴伯的助理亨利 但大部分人都叫他 汉克看掌上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吧 汉克就是露西现在的父亲 为何这些人都在200多年后还活着 那就让我们看看弟弟在前面 31号避难所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 弟弟冒充Betty菜的身份 让31号那边打开了大门 结果进去发现长张的隧道 没有一个人灯光昏暗 然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 像扫地机器人的人脑扫地机器人 听他说话是不是像某个人 是的他就是巴德的脑子 他就是31号避难所的监管人 荒谬的是他此时被一个拖把卡住了 弟弟好心帮巴德解围 巴德经过扫描发现不是Betty菜 直接想用真结束弟弟结果 受弱的弟弟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 首无腹肌之力的巴德任由弟弟自于 由闲逛深入31号避难所 弟弟打开总大门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一个个冷冻舱集满在31号避难所 这哪是避难所 这整一个是兵棍所 这就是巴德200多年前的巴德伙伴项目 巴德选拔了一波有潜力的避难所员工 让他们进入冬眠 然后分年份苏醒 分发到各个避难所监管人 巴德作为总指挥家 让避难所的居民 在31号避难所监管人的带领下 迭代成为能消除暴力 消除战争的和平乌托邦世界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当时掠夺者闯入33号避难所 居民们还养着他们的原因 而讽刺的是 管理层最后却要用暴力 让掠夺者送命 而冬眠舱中已经有好几个空舱 其中就有Betty菜 独眼美女 路西父亲汉克都在其中 汉克是2077年10月23号进入冬眠 正式合报的当天 他在2268年8月9日被唤醒 弟弟顿看事态不妙 嗯那什么 家里急着做饭 先回去了阿哥 还没说完 巴德就把大门给关了 你以为31号避难所是公共厕所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样吧老弟 看你也是避难所管理员员工的家属 你就睡你爸的冬眠舱吧 这边要食物食物没有 要水水没有 不睡你自己看着办吧 等到我们重返地面 就会唤醒你 感觉似乎大概只能这么照做了 不过要是我 我就一口气把所有东面仓的人给苏醒 看你爸的怎么办 至于弟弟会怎么做 那就是第二季的事了 与此同时 姐姐路西也从摩尔达夫口中 知道她父亲汉克的另一面 汉克是一位绝对忠于避难所公司的员工 所以在苏醒后 以避难所的管理要求 管理着33号避难所 但就在路西小时候 路西母亲发现地表 有人在抽取避难所的水源 从而判断出地表已经恢复了人类活动 甚至开始重建 于是想要去地表看看 但这个要求被汉克强烈阻挠 让路西母亲觉得汉克和避难所在隐瞒什么 于是路西母亲带着路西 母女俩偷偷离开避难所去到地表 路西母亲遇见了摩尔达夫 两人一见如故 决定带着路西生活在沙英市 其实路西印象中 小时候在玉米地感受灯泡像太阳般炙热 那是真的太阳 路西小时候就在沙英市生活过一段时间 影片其实有些许暗示了 路西母亲和摩尔达夫可能是一对 即使不是也是很要好的闺蜜 这时候路西父亲不乐意了 她也跟着取得地表 要求路西母亲带着女儿跟她回到避难所 离开这充满混乱和辐射的废土世界 但这怎么可能 于是汉克通过某种手段 把路西带回避难所 路西母亲坚持不回去 再然后汉克执行了用核弹 让重建的沙英市再次变成了废墟 路西母亲在那场灾难中 没错 此时和摩尔达夫一起用餐的狂尸鬼 正是路西的母亲 这次轮到路西脑瓜子疯疯的了 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事情都是来自于她父亲所为 摩尔达夫这次抓走汉克 是因为避难所公司把她的冷核巨变技术买断 想要开启这无限能量的技术 就需要访问码 而汉克知道访问码 路西这次的到来 反而成为摩尔达夫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那就是打感情牌 路西对父亲的做法极度失望 唯一能挽救妇女此前的情面的 唯有让汉克给到访问码 这也是汉克唯一能跟路西离开这里的方式 汉克也确实爱路西 没错 在路西的再三要求下 汉克终于输入了访问码 101097 这数字正是游戏辐射1的发布日期 1997年10月10日 冷核巨变被激活 而就在这时 钢铁兄弟会浩浩荡荡荡的过来 打打打打打打结 那我们就来看看钢铁兄弟会这边 马克星姆在准备出任务时 还兴致勃勃而对好机友说 因为你所以我遇到了真爱了 他叫路西 等这次结束后 我将会和路西远走高飞 我爱他 我到时候会去路西的避难所 那是真正安全的地方 好机友听了估计很不识滋味啊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为什么没看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帮助你救你 真正爱你马克星姆的人 就站在你面前了 糟糕的叫我你真的很糟糕 对于所谓的安全避难所 好机友贡献了一惊句 回应了马克星姆 战机启动 钢铁兄弟会前往格里菲斯天文台 直接迎接他们的是那里升起来的对空导弹 但毕竟防御装备有限 兄弟会的人马空降 两边进行了残酷的厮杀 配合着怀旧的复古音乐 两边杀出了一丝艺术的机制 特别是搭配着慢动作 扎克斯纳德看来都不得不点个赞 但扎道已经不执着于动作系的慢镜头了 割卖此慢动作才是值得钻研的地方 钢铁兄弟会毕竟有T60武装自己 所以对付只能简单枪支的对手 莫尔达夫这边很快就被打得摧枯拉松 兄弟会攻入到建筑内部时一位不速之客出现了 感受下这气场 这可是杠杠的 库珀以前也是驾驶过T45的 知道这玩意儿有一个致命缺陷 金哥就来试试T60有没有得到改进 话音刚弱 库珀就一枪暴击 T60直接秒掉一台 接着就是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这关门关灯射杀的方式 和新蝙蝠侠的黑暗动作系 可以说如出一辙了 趁着混乱 马克星姆在无头T60的掩护下 来到了指挥室 终于见到了三天没见的露西 露西啊我好想你啊 哎呀这不是岳父大人吗 露西你真是愣在这干嘛 怎么不给咱爸开门呢 说完马克星姆一枪打掉门锁 放出了汉克 而露西也支支吾吾的说出事情 你心喊的爸 是回来你家乡杀硬式的人 你就说 你又不你 马克星姆老回路转来又转 我叫你爸 你炸我家 我和你拼了 但没想到此时 汉克已经穿上了刚才一起过来的T160 并且一拳论语了马克星姆 这上门女婿我不喜欢 露西我们走 一起去安全的地方 露西怎么会听 拿着枪对准了这位 一整季都在想如何拯救生他养他的男人 汉克还是爱露西的 他没有躲闪 他依然相信着露西不会对他开枪 露西也确实做不到师父 但库伯克就没那么客气了 作为神枪手的他 故意只是让汉克破了枪 留下汉克的命 理由就是想知道 自己家人到底在哪里 汉克当然知道这位是曾经的大偶像 但早已取关两百多年了 女儿长大留不住了 随着去吧 于是汉克潇洒一转身 先溜了溜了 这就是库伯克最想要发生的 因为他知道 汉克也只是避难所公司中的小角色 更大的幕后boss还藏在暗处 唯有放走汉克跟着他 才能放长线钓打鱼 当然库伯还不忘问了句 还在悲伤中的露西 要不要和他一起 却和那位神秘的大人物聊一聊 露西不说话 拿着手中的枪 朝着库伯克的方向 开了一枪 但抱头的不是库伯克 而是变成狂尸鬼的露西的母亲 死亡或许是给母亲最好的归宿 露西也到时要看看 避难所公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于是他决定和库伯一起 逐渐新的CP 继续废图世界的冒险 而不久 马克希姆在昏迷中醒来 正好中枪的摩尔达夫 亮亮强强的走进指挥室 按下了冷和巨变的开关 夜幕降临 整个核爆中毁灭的沙音室 再次亮起了熙熙烈烈的灯光 如同夜空中希望的星光 一坐下来牵着露西母亲的手喃喃自语 他们坐到了 火焰之母如同普罗米西乌斯盗取火种 为人类重新在废图世界生存 种下了希望 摩尔达夫的军队被全灭 随后抵达的钢铁兄弟会增兵将会占领这里 夺取冷和巨变的控制权 摩尔达夫用最后一口气 对旁边的马克希姆说道 你们会用冷和巨变做什么呢 你也许可以阻止他们 你也许不会 摩尔达夫说这番话 或许也是对这位年轻人怀抱着一丝改变未来的希望吧 说完摩尔达夫杀青了 钢铁兄弟会的人冲入指挥室 好记友看到首领死在马克希姆旁边 不由分说的直接让马克希姆成为兄弟会的大英雄 马克希姆没有大声反驳 他以复杂的表情默认了 让钢铁兄弟会成为自己的家 他成为可以驾驶T60的骑士 成为兄弟会崇拜的英雄 这些不就是马克希姆梦寐以求的吗 另一边 汉克穿着T60在日出的太阳下奔跑 沙漠中还有一头死亡之爪的尸体 汉克所去的地方正是游戏辐射星维加斯的星维加斯 那标志性建筑的幸运38号赌场 真是太抢眼了 在那里想必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那么问题来了 第二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啊 等待第二季 不如我们来汇总本季的一些脑洞 来尝试为大家解答 以下只是我自己的分析 一定会有说错 仅供大家一乐 问题一33号避难所做的是什么实验 33号避难所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避难所 戏份占比最多 但如果要问起33号避难所做了什么实验 似乎大家都不太回答上来 首先我们要了解31 32 33避难所 这三个避难所是串联起来的 所以巴德所谓的巴德伙伴项目 其实真正能给到他实验的 也就是32和33号避难所 因为其他避难所离得很远 没办法要巴德的冰棍监管人跑过去监管 而且从出仓数量看也并没有开启太多 因此33号避难所的目的之一 就是执行巴德伙伴计划 实验和培养监管人 从而在监管人的管理下 养成一批充满同居和消除暴力的和平居民 但从实验结果来看 显然巴德伙伴项目失败的一塌糊涂 32号避难所自相残杀就不用说了 33号避难所出了不少乱子 据集中花了不少篇幅在聊33号避难所选举 结果发现33号避难所的监管人 无一例外都是从31号避难所来的 而32号避难所的监管人是任命制 所以所谓的民主选举只存在33号避难所 因此从单一避难所实验性来看 33号避难所实验的就是操控民主实验 就是如何在看似有选举全居民的手中 去制造各种事件 让居民自愿投票给其实已经内定的候选人 问题2 31号避难所冷冻了避难所公司的所有高层吗 我觉得不会 31号避难所并不是巴德伯说的避难所中的避难所 31号避难所东棉舱里面的那些人 其实也是实验对象 只不过他们清楚自己是实验对象 他们是避难所公司的基础员工 就如库博所说的 汉克曾经只配给巴布 把衣服送到干系列 所以像避难所的高层 应该会有更高级的避难所 而且可能以另一种形态活着 汉克最后去到的新维加斯 或者那里就有罗克工业和避难所公司 合作打造的一个高层避难所 问题3 摩尔达夫如何活到200多年后 影片后面我们也能看到 摩尔达夫中枪流血最后死掉 说明摩尔达夫不是尸鬼 他是人类 那么他如何活到现在呢 有可能就是时不时进行间接性冬眠 但摩尔达夫的冬眠方式可能和游戏中的豪斯先生有些类似 摩尔达夫或许在冬眠的时候 一时会接到某个机器人或系统 从而让自己了解世界的变化 真正需要他时 他会苏醒 又或者 摩尔达夫曾经也冬眠在避难所呢 这句话怎么理解 请看下一道问题 问题4 杀鹰式核爆是如何发生的 显而易见 汉克是决定这个事情的执行人之一 另一个就是蔡明阿姨 当时他就有和弟弟说 是他和汉克一起埋葬了露西母亲 这从而也说明 做出决定炸沙音士的并不是汉克 而是幕后的大佬 当时马克希姆有和露西说过 每个人都想拯救世界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在沙音士核爆前 内部已经出现分歧 我们能看到摩尔达夫的格里菲斯基地 到处都是新加州共和国旗帜 所以摩尔达夫就是新加州共和国和沙音士的领导人 起码是之一 试想一下 诺大的新加州共和国可能各方面势力一开始 就是想以沙音士作为重建文明的据点 然后一起努力 之后沙音士越来越繁华 这个时候权力就开始产生争夺 在这里有个大脑洞 要不要听听看 在游戏中 新加州共和国和沙音士 都是来自15号避难所的人出来建立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地标重建文明工作 是从避难所蒙发出来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在聚集中 从避难所出来重建沙音士的人 是摩尔达夫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理解 因为摩尔达夫的冷核巨变被避难所公司恶意收购 但收购归收购 作为发明人 那也等于是拿到避难所的一张高端席位了 所以摩尔达夫核报后在避难所冬眠 我先长胆200年 然后苏醒利用避难所科技重建沙音士 并在核实的时候夺回冷核巨变 有一个细节是当初33号避难所的水被抽到地表 引起了路西母亲的注意 谁对避难所那么熟悉能抽走避难所的水 那只有住过避难所的人才知道啊 好回到沙音士全力分配 沙音士日益壮大 或许这里面一起重建的 有其他组织一起参与 他们和摩尔达夫一起管理重建沙音士 但终归在发展的道路上 管理层意见不合 内部开始崩坏 有着强大民众基础 并作为沙音士领导人的摩尔达夫 只愿意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前进 其他组织在沙音士越来越边缘 而其实作为避难所公司 他早就看不惯这个新加州共和国和沙音士 因为地表的人并没有灭绝 反而没在避难所参与下开始重建了 而且摩尔达夫经常入侵避难所 4号避难所就是被摩尔达夫改造成站在他那边的 所以借着汉克到地表找老婆女儿的机会 避难所联合地表其他组织 一起向沙音士喂了核弹 这里还有一个脑洞 还记得经常出现马克西姆小时候从冰箱出来 然后被钢铁兄弟会揭救的画面吗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 这并非核爆后钢铁兄弟会来救死扶伤 兄弟会的宗旨是武力抢夺权力 从他们侵占费城就知道 所以沙音士核爆后 钢铁兄弟会过来 是来看看还剩下什么好料可以拿回大本营 包括像马克西姆那样可以培养成兄弟会接班人的人 当然从马克西姆的角度来看 确实钢铁兄弟会给了他一个新的住所 问题五第二季会如何编写 well 柔余官方才刚刚官宣第二季 所以我相信剧本都还没有执行 我这里只是按照自己想要看到的去脑洞啊 避难所 避难所是辐射废图世界的招牌 每个避难所的目的和任务都不一样 一个封闭的空间会发展成一个个有趣的小社会 在第二季 我相信跟随主角能经历更多神奇的避难所 而弟弟目前所在的三十一号避难所 我觉得以他的聪明才知应该是可以逃出去的 或许是威胁巴德 不开门就把全部东面仓打开 或威胁让巴德下线之类的 如果弟弟能重新回到三十三号避难所 那将会上演一场权力争夺战 把监管人身份从蔡明阿姨那里夺过来 然后再去联合三十二号避难所去想办法 库伯和巴伯 库伯作为人类的故事线应该还会继续 毕竟这样才能让库伯的演员 不至于整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 前面有提到巴伯觉得自己的BB小子有小故障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之后巴伯发现库伯有头听 两人离婚 库伯也被发现和摩尔达夫有密切联系 这才有了库伯为了善养费 要去贴补家用 然后被指示亲共分子 库伯作为人类这条过去线 还能引出避难所之后 如何一步步发展 引导核弹爆发的 这些都是政治惊悚很有看头 钢铁兄弟会 马克希姆在后面成为兄弟会重要的骑士英雄 这或许要马克希姆这角色变得更复杂 要知道权力对于男人的烟熏是很强的 曾经的海市山盟在利益和权力面前 可能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 马克希姆会在钢铁兄弟会扮演着什么关键的存在呢 是引导兄弟会转向光明 还是被兄弟会拉入更深的人性阴暗面呢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马克希姆会站在露西这边 成为露西的后盾 辛维加斯 汉克去辛维加斯 士兵那里有避难所的高管 或许他的大佬在呢 也就是巴伯当时开会看向上方的神秘人 而紧跟过去的库伯和露西 在去辛维加斯路上 也会遭遇更多例如超级变种人等新物种 更大的冒险在等着他们 库伯的妻女或许也在辛维加斯 一般新的一届都会有新的重要角色和新的故事线 罗克攻略的豪斯先生应该会有一段支线故事吧 那至于接下来剧情要如何发展 就等第二季的发布了 好终于 肤射第一季全部八季分级解析 就聊完了 我们做到了 感谢大伙伴的陪伴和支持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影视内容 诺兰系列真的没有忘记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持续关注 那我是大宗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